嘿大家好 欢迎收听恋爱就像是 那今天是第三集 那我们办公室因为 又有在施工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又在咖啡厅来录这一集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杯子 撞来撞去啊或是一些路人 讲话的声音就 就非常有生活感这样 街头感我们好像在路边 录这个Podcast一样 那今天一样是我跟 这个Flora一起来 谈论这个比较特别话 我们在谈论说 工具人跟贴心暖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会说 好像只要长得帅 他就是贴心暖男 他长得丑 他就是工具人 就是假设是一个 对女生付出很多人 但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来听一下 女生的意见 或许会更准确一点 恋爱就像是手机 当你很忙碌的时候 你只会把它放在旁边 可是你忙完告一段落 你会赶快把手机拿起来看看 重要的讯息 重要的人要联络 也会看看下一个行程 所以恋爱就像是手机 你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但是其实它在你的生命中 是不可或缺的 好那今天就一样是我会问一些 Flora我心中的疑问 然后希望她可以分享一下 她自己以女生来讲的 对工具人还有贴心暖男的一些想法 好这件事情就还蛮有趣 我突然联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女生中 工具人跟暖男差别 可能就在男生中 就是公主跟她有病的差别 这样子吧 这个包容度就是 完全就是两个层级的包容度 这样子 大家做同样一件事情呢 可能某些人做是一个正面的评价 某些人做就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所以我们要仔细探讨这一块 然后才能知道 你有没有白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 过去都被定位在工具人 就是或许听完这一集 你就可以靠近贴心暖男一点 好那第一题我要先问一下Flora 就是你自己过去有遇过工具人吗 然后她曾经对你做过哪些事情 其实我比较是那种 不会想要特别利用男生的这种女生 所以对我来讲 她不会是工具人 但是对我来讲 她可能是一个 我试着跟她相处 看看能不能当对象的男生 那当然其实 假设你跟这个男生 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 她也蛮喜欢你的时候 她就会为你做这些事情 这是一定的 所以刚好她为我做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 我也是在从互动中观察说 我们合不合适 所以我不会纯然的 把她当做工具人 那像什么事情 其实女生不会做事情就那些嘛 例如说修电脑啊 搬家啊 或者说没有车的时候 接送我啊之类的 这种就是非常简单 可是对男生来讲 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或者重灌手机之类这种事情 跟3C有关的 跟那个科技有关的 就会请男生 就多帮忙这样子 你这样讲我发现我的丈母娘 好像把我当成工具人 那是应该 那是应该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你做quedy的 做一个quedy的 这个路径 我觉得是很好的 OK 好像每天都在帮她修手机 好 所以 那你自己印象中呢 你遇过最贴心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们上一集有聊到 就是你老公有做过几件 我觉得很贴心的事情 但是那一集还没有上架 所以不急 OK 那你还是可以再讲一下 就是你自己印象中 遇过比较贴心的事情是什么 我遇过有一件很贴心的事情 其实那不算是一个单独的约会 那是算是一个三人的约会 然后是一个 算是一个男生 然后跟两个女生的约会 那其实是 也是我要帮忙引荐朋友 互相有一个声音上的认识 可是因为我们这一题 标榜是贴心的举动嘛 但她做的事情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首先因为 我帮这个朋友介绍了一个生意 所以她准备了一份礼物给我 可是她没有准备 另外一份礼物给另外一个朋友 所以呢 基本上这份礼物是 走了以后 就是我们大家离开以后 她才传讯跟我说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放在柜台 你去跟柜台拿一下 那这件事情之外 好 那通常大家就是 结账时候会抢着结账 或什么之类的嘛 或者说 更 更 更进阶一点方法 就是谁去上厕所的时候 先把钱付掉嘛 但这个就更进阶了 她是直接是 从头到尾 她都没离开位置 她已经请助理 把钱去柜台付好了 就是完全 不让 有任何尴尬 或任何 就是奇怪气氛出现 所以就整 整场约会下来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人真是贴心到不行 她就所有的细节 都注意到了 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 是真的很厉害 她助理也在现场吗 她助理没在现场 她助理就真的负责停车 跟上来付个钱 然后就走了 那这个助理也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 你看真的 没有抢付钱 也没有说上厕所尴尬 谁先去干嘛 所以让人家有疑虑的举动 全部都没有这样子 OK就是 偷偷摸摸就把 就把一切事情都搞定 就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 对 好 但是 她是 那个女生是她的约会对象吗 不是 不是那个女生 其实是 应该是说 我帮这个男生介绍一个 生意的对象 所以她感谢我 她想要送我个礼仪 那有比较情感类的吗 情感类的贴心事情 我前阵子遇到一个好朋友 然后跟她很谈的来 那就是她跟我一样 就是属于就是东西乱丢的那一种 然后 就是她跟她男朋友看起来非常的要好 我就问她说 那你帮她做过最贴心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她就说 我帮她把家里整理好 哇 我真的觉得这个超贴心的 因为你知道吗 就对忙碌的女生来讲 或者忙碌的男生来讲 我们都觉得说 另一半可以让你就是 无后顾之忧 然后把你 比较不会的事情做好 那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觉得贴心的事情 针对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 但是其实你如果可以看到 对方的需要的话 那我觉得对她来讲 就是一件非常贴心的事情 这个切入点很好 就是不一定是要做那种 好像电视剧 我店里面看到那种浪漫的事情 才是很贴心的事情 我觉得浪漫跟贴心是两回事 我觉得真正的温柔或体贴 不是说我这个态度而已 或者说我做了一件好像很soft的事情 不是这样子 那个叫做比较像烟火或泡泡 我觉得真正的温柔是体贴 是你看得到对方需要什么缺什么 让你把它补足了这样子 OK所以就是要多观察对方 了解对方 好 普遍对工具人的思维就是说 好像我只要一直对女生好 然后女生她总有一天 会被我的行为感动 但是大部分的工具人就是 她走一走就发现这条路是死路 到底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样子是不行的 就是为什么女生她不会 发现你对她一直一直那么好 因为其实女生从一开始就会把你分成工具 工具人姐妹或者男朋友三个等级 对那工具人的话 其实一开始就你对她来讲是没有魅力的 所以就是工具人 那好姐妹就是你们谈得来 可是你对她来讲还是没有 我们所谓的男女荷尔蒙的魅力 没有信息引力之类的 我觉得你们就就就比较是一个 就是好姐妹或哥们这样子 那男朋友是哇你看她很有feu的 你会想跟她自己接触啊 会比较亲密一点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一开始就喜欢的感觉 那我觉得会落到为什么是工具人呢 其实你就是没有把自己的 我常常会讲说 我常会跟一个人讲说 他跟我说他单身 我说你看我看不出你单身啊 我看起来你就像是有家庭 或者那个没有开启择偶模式的人 那我要讲说什么样做开启择偶模式 就是你要有一个孔雀开屏的样子 这个话很抽象 可是我觉得有在择偶模式的人 会让人家看起来有 我准备好好谈恋爱 我现在是空窗 我要谈恋爱的感觉 而不是说 这个看起来就一般啊 朋友啊没什么印象 所以我觉得重点 重点是你不要让自己 沦为只是工具人的话 你要把自己整理好 要把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很有魅力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开启求偶模式 对开启求偶模式 就孔雀不开屏要怎么求偶对不对 你的孔雀缩在那边 人家大家都不知道你要求偶 一只鸟 好 所以你刚刚讲就是 女生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帮 她遇到的这个对象分类 对分成三种 那你觉得这三种是 它是没有机会转变的吗 就是我假设一开始被定位成 好哥们 或是好姐妹 我是可能跨到变成亲人的吗 我觉得如果基于 例如说年龄或者家庭逼迫 或者说什么怎样的考量 或找不到对象的 我觉得有可能就会凑合的用 可是凑合的用绝对不会是 非常幸福美满的 对但是如果这个人 女生她有点魅力 有点选择的机会 她有很多人可以挑 她不用挑一个她没有Fu的吧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不是 有没有可能工具有没有可能升级或什么 重点是人在无时无刻要把自己升级这样子 要把自己准备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OK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如果你 你现阶段已经被认定为工具员的话 就很难救了 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要先就是upgrade你自己 然后那个认识新的人 或者说你upgrade好 再出现在这个女生面前都可以 就是不要再用原本的面貌跟她录了 因为她本来不喜欢你 她看到你几次还是不喜欢你 OK 所以对方对你好这件事情 对方对你好我其实也会感动 然后说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你怎么那么贴心 贴真的很贴心 我觉得就是很开心 就是你对我很好 但是你就是个好人这样子 对这就是工具人最悲惨的地方 对好 所以我懂就是 如果你你现在有一个喜欢的对象 然后你感觉到对方把你定义为工具人 那你应该要做的是先停止 然后你这些一直好像无条件的付出 因为这样子的 你把这个精力拿去经营自己 对对对 就这样做不会 不会带到你们最后交往 因为很多人会这样想 是因为很多爱情电影啊 或是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 就是男生一直无怨无悔的 某一个人付出 然后最后女生就被感动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 对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你知道知道吗 假设都没有人追她的话 的确她最后是选择剩下你 她只能被你感动 可是一旦这个女生就是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就是 有自己的生活圈 然后很容易认识别人 然后也很容易受到别人喜欢 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权的话 我觉得你的几率很渺茫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对方 她是有选择权的 她有很多人在追她或怎么样 那你这条路就是绝对行不通 对 但如果你觉得她已经接近 比较没有人要了 但你还是很想要她 那或许这条路会行得通 你就可以成为那个 你电影中梦想中的主角 对你要你要怎么确认 就是她周围有没有人 你就把她时间都约满 她以为都要给你出去就知道了 如果她都把时间排给别人 那这个就可以放弃 OK 所以就是各位工具人要稍微参考一下 因为一直无怨无悔复苏 是真的很痛苦我觉得 对对对 而且重点重点就是 你会觉得心很累 其实很多感情到最后都不是 都不是不喜欢的或什么 而是累了这样子 好 那就回到这一集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你觉得贴心暖男跟工具人 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 就还是一个有没有魅力吧 因为其实你要被女生当做一个爱情模式的话 他一开始看到你他就喜欢你 那不管是 你是很酷的 他也还是会喜欢你 你是很暖的 他也还是会喜欢你 哇好酷好帅 这个很崇拜什么之类 哇这个暖男就跟他人哥一样 对我很好 这个也还是很喜欢 可是重点就是要先有魅力 那你就可以往男朋友的方向去升级 那你如果是工具人的话 就是不管你做太多 就是人家只会觉得 就是你很好而已 所以关键在于魅力 对 但是魅力不一定 仅限于帅嘛 对对对 魅力有非常多种 魅力跟帅没有绝对关系 因为有些帅的人 你看一看他 你还是觉得他没有魅力 因为觉得他很空 对所以我觉得魅力是一个 从内而外的自信 就是你 你是对自己 例如说你的专业啊 或者说你坚信的事情 或者你会的兴趣 或者你各方面的领域 你是有自信的 然后你对你自己本身是肯定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像Flora其实很常举一个例子 是纳豆嘛 纳豆就绝对不是一个很帅的人 但是我认为在女生眼中 她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对因为好笑也可以 不一定是因为她是艺人或怎么样 即便她是一个一般的素人而已 我觉得她对很多女生来讲 还是有她的魅力的 然后其实她有很多 怎么讲 就是很多女生择偶的缺陷 比如说她的身高 通常很多女生她会觉得身高不行 但是她就是能够用她的魅力 幽默感啊 或者说对女生很贴心啊 或者说敏感度很强啊 我觉得纳豆有一天一定会来找我 因为我太常说她 希望她可以来帮我们业配啊 对但是我真的就是最近也看到很多 有才华 然后有头脑的男生 她们真的外表真的不怎么样 你看起来你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铁定单身 但是你会觉得说 哇跟她聊过以后 她懂好多 她的事业好多好多元 她好斜杠哦 你觉得她很棒这样子 好所以就是 其实工具人跟贴心男男的最大差别 就是在于你有没有魅力 魅力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哦 但是如果你们不知道 你自己有魅力在哪 可以来跟我们聊天 我们可以帮你找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情感特质上 知道你自己在情感上的魅力 情感价值哪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常常举例说 如果你本身不是反应快的人 其实你很难变成反应快的人 然后你本身不是有幽默感的人 其实你很难把它练出幽默感 可是你本身有一些比较贴心的特质 或什么各方面是可以练的 所以其实假设你不知道 你的感情优势在哪里 其实可以来就是跟我们聊这一块 对这其实也是 应该说木月会在咨询过程中 会提供的一个服务吧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 这点很重要 就是你必须要展露出你的优势 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他可能不会发现的优势 哪怕你不会讲话或者口才普通 但是你有个稳定工作 你让女生觉得很稳 我觉得这也是你的魅力 因为女生最后其实想要找的对象 还是会让自己比较有安定感的对象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很稳的人 然后你就不要去好像变成 很会冒险啊或是干嘛的 那就不是你的强项 那你就会做得四不下 对那可能就真的很好笑 不是幽默的好笑 是什么会小丑的感觉 对然后这样的魅力就不会加分 因为很多人他在学魅力这件事 他就会一直去看我自己没有的东西 他就觉得我只要补了这个材 我就会变有魅力 但其实你应该是要往内看 然后把原来的特质去放大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自己改名就变成金城武 到底是误解了什么对不对 我今天姓金 但是我是金城恩不是金城武 金城恩也是有金城恩的魅力 我们不能这么讲 这是外表不一样 金城恩是非常有魅力 对啊我觉得对对对真的 那个影响力还比金城武高呢 很可怕世界危机 好那这个你觉得 因为其实沐约会的男会员 你大部分都会可能会认识或聊天过 对那你觉得比例上来讲 就是工具人多还是贴心卵人多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会特别觉得自己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会特别觉得他们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的优缺点面相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帮他找到他的优点 帮他去放大他的优点 然后把他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 不见得以 会是工具人多或暖难多 因为我觉得 假设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 如果女生 愿意把你当工具人 他其实也是愿意跟你相处 其实你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就是从他 从他心里面浮到正的 我们说女生白白走嘛 说不定你就是你接触的那一种 就是稍微比较宅的女生 他真的可能就是你对他好一点 他可能就觉得很开心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只要一个女生他愿意接受你的复述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还是值得好好把握的这样 OK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会理解会员的特性 然后去帮他放大 那这个你心中有想到什么实力吗 理解会员的例子去帮他放大 对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很不了解自己 就是例如说他只要去搭讪 女生就会喜欢他 可是其实女生对搭讪的人反而就是会觉得说 哇你会跟我搭讪 你就跟大家搭讪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大家都受用 对所以我觉得了解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很重要 因为坊间其实很多就是搭讪啊 或者教人家 在国外好像说pick up artists 就是搭讪达人 对对对 会有这种教比如说一些话术啊 可以让女生就是很快速的喜欢你或怎么样 那我不是说这种一定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他很挑人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适合走这个路线 那即便你把所有的招式啊 所有的干嘛都练好了 我觉得搭讪或许对某些女生来讲比较受用 就是你会觉得他没有人喜欢的那种女生 就是大家都跟 那有什么好搭讪 你要你要那个他做点突破性的事情 就例如说他如果是个美女 他已经被N百个人搭讪 你觉得你觉得对对你来说 对对对他来说 就是你真的也是其中一位啊 可是他如果真的很普通 其实都没有人跟他搭讪 你跟他搭讪 他可能就觉得很珍贵啊 所以说不定你可以跟就是中等一点的女生搭讪 你看说不定有一些女生 他看起来是个朴玉 你把他好好搭讪一下 他也是可以变得很发光的哦 OK所以这个不是这不是搭讪技巧 这是这个发现朴玉的眼光 对对对我在想说 每件事情都可能会有他的铁套而已 对你要看穿这个女生的本质 因为现在大家化妆啊什么技术很厉害 对 看穿一些 发现这个其实很有很好的发展 对啊本质很好 然后又没有竞品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蓝海思想 对啊 好那其实今天要问的 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啊 那就是看不然也没有其他想要补充 就关于工具人或是贴心脑癌的一些事情 我其实就是在可以再强调一件事情 我觉得男生你要珍惜 女生愿意把你当做工具人 因为至少他给了你 你们有机会相处的时光 对因为 你不管帮他做什么 那其实你们都还是有机会互动的 那趁这个时候好好表现自己 我都觉得很不错 假设今天有五个男生喜欢我 我需要完成一件修电脑的事情 我绝对从五个里面挑一个比较喜欢的帮我修电脑 我不会挑一个比较不喜欢帮我修电脑 所以对所以你要 所以我觉得虽然工具人这句话听起来不好听 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女生给了就是你跟他相处的机会 OK所以这个工具人已经打败了其他四个工具人 工具人中的霸主 对工具人也是有品牌的 我们是高级的然后有机会升级的这样 好 对 OK所以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工具人的话说不要太气馁 然后掌握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魅力 对啊而且你可以讲一些调情的话 例如说你看你就是需要我帮你修电脑没有的话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我猜会当工具人就是不太会讲什么调情的话 那就可以来跟我练练 我告诉你怎么讲调情的话 OKOK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这样了 嗯好 拜拜 谢谢大家 对了还记得就是如果觉得这一集听了有点帮助的话呢 可以去留一下五星评价 然后你可以说 请帮忙转传给周围都是工具人的朋友 对或是有什么工具人群组可以疯传一下这样 真的真的 对啊 好那就这样了 好谢谢 拜拜